7月24号六十旭 经过中国应急管理栋 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 多日连续出牌强险 郑州京广路段淮河路口 隧道实现双向贯通舰底 正在全面检测 几天前一场持续强降雨 让郑州成为泽国 城区内劳严重 导致郑州市大动脉京广快速路隧道严重积水 据公开报道显示 京广快速路建设路以南围 两公里平面路和4.3公里隧道 官方的河南发布23日 援引新华社消息称 此次暴雨中被淹的郑州京广路隧道 备受关注 上百辆汽车横七竖八的 堆在该隧道南出口 目前救援队正在对该隧道进行出牌水 但隧道内仍有大量积水 已确认有了源于难 具体人数还在核实中 此次持然郑州 中国安能触通22台龙溪水 其中18台龙溪水分布在京广路段 隧道等处进行排报作业 公开资料显示 被誉为抗风神器的龙溪水 是应急排水抢险车 每小时最大抽水量可达 3000立方米 作为城市排到的重要装备 龙溪水工作范围大 流量大 机动灵活 能在短时间内排出特殊区域的洪楼 在确认安全情况下 记者23日跟随工作人员 进入到京广路隧道 中原路出口隧道内 排水机器设备 轰鸣响唱耳边 操作手正在水中 保障龙溪水的运行安全 最新统计显示 经过连续不间断作业 截止到24日上午 中国安能此次持缘郑州 各任务点累计出排水 369万余立方米 经过网路隧道 积水水位明显下降 记者走访发现 郑州仍有龙海路 伊马路交叉口隧道 金水溪路隧道 黄河路隧道等 多个隧道仍积水严重 各方救援力量 也在火力全开进行排楼作业